各位观众姐妹 今日诗经根据是 《信德没有行为是死的》 《雅各伯书2章26节》 这一节的圣经 原来在十六世纪 宗教改革的时候 是相当负争议性的一节圣经 当时新教的兴起 强调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唯独圣经 所谓信心和恩典 就是集中信靠耶稣基督 就可以得到救恩 相反着当时的天主教 我们要悔改 就要做宝宿 在这方面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于是他们就强调 只要信心就可以了 只要天主白白的恩赐就可以了 人的行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由于这一节的圣经 即是《雅各白书》的二章26节 马丁路德怀疑 究竟这一节 是否真的来自圣神的默感写成 以至到 怀疑整本《雅各白书》 甚至是否应该被列在正式的圣经书卷之一 它称之为《雅各白书》 有一段时间 它称为《杜草书信》 即是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和保禄的其他书信 大部分的书信 讲关于誠意 都是恩信誠意 德狗不是出于行为的 好像并不一致 两者的教导 不过后来 马丁路德也改变了看法 是接纳《雅各白书》的 为什么呢? 事实上 信德没有行为是死的 这个行为 其实就是 你相信之后 自然而然 应该会有的果实 会有一个行动出来 信德不只是相信 就是在理性上 在头壳上 就这样说 我相信 言行要一致 心口要如一 就是整个人的相信 于是我们的私言行为 自然都要显示出 我是有信德的 于是 信德必然就有行为 其实这个就是 在《马道福音》里的 第七章二十节 耶稣说 我们由好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那个好书 凭果子可以认出 一个人 是不是亲近天主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信德没有行为是死的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不要只背识金句 在今天 都用我们的行动 私言行为 来到显示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我如何代人接物呢 让我们背识经金句之余 要生活这句识经金句 因为信德没有行为是死的 下个白书二章二十六节 下个白书一章二十五节 下个白书二十六节 下个白书二十五节 感谢观看